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为什么在这儿 刚才我们在看书 然后就来了这个地方 难道我们进入了图书的世界 老师你看 张谦出史西域 张谦 张谦是汉朝的人 我们在中国的古代 老师快翻开书的第二页 看看张谦的故事 好的 二千多年前的汉朝 北方的匈奴经常侵扰汉朝 还控制了西域的几十个小国 那皇帝一定很烦恼吧 对 不如我们进去看看里面发生什么事 好啊 好啊 好 我们把肉汁一起消灭匈奴 以免他们再来骚扰我们 有谁愿意去 皇上 臣愿意 臣不怕前面有多危险 一定要完成使命 甘福 你从匈奴来 熟悉那里的环境 你愿意跟我一同前往吗 嗯 当然愿意啊 看 张谦带着一百多人从首都长安出发 可惜啦 张谦在途中被匈奴抓了 张谦被迫在匈奴地方一住就十几年 你认为张谦会不会放弃他的初始任务 一辈子留在匈奴呢 嗯 我觉得他还记得自己有任务在身 不会留在匈奴的 嗯 有道理 就这样 张谦和甘福被俘十几年 然而 他们日日夜夜都在思念自己的国家 汉朝 每天都想找机会逃走 一天机会终于来了 甘福 时机到了 今天就是我们离开匈奴的日子 就算再艰难 我们也要完成使命 对 我们一定要完成使命 快些走吧 啊 哎 你们别走啊 张谦三个女儿终于跑出匈奴 马不停蹄向大肉汁前进 张谦留在匈奴十几年 终于有机会逃脱并到达大悦之 但是大悦之已经没有报复到匈奴的意思了 所以 张谦回到汉朝 向汉五爹送上自己在西域记录下的重要情报 他觉得和西域国家建交有好处 很快又出使西域了 不久 张谦和手下又再一次出使西域 又跟许多国家有文化和经济交流 这一次 他还带了数十位乌孙国人到了汉土 哇 常听说汉朝兵强国父人多地广 今日亲自来到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以后要不断与汉来往 互相交通 张谦也派出父使到了大悦 康居 大悦之 安西等西域国家 增加了汉朝与西域的文化 经济 政治交流 汉朝开始 中国打通了与西方的联系 山人沿着张谦走过的路线 不停向前探索 形成了从长安往西 经过河西走廊 由伊朗地区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一条路线 历史学家称这条路线为丝绸之路 我觉得张谦出使西域有很深远的文化意义 很多西域的商人到中国有生意呀 对呀 它真是很棒很棒 也促进了东西方的物质交流 比如我们的丝绸 瓷器 一些铸铁树 茶叶等等 传入了西方 而石榴 葡萄 香料 西域的音乐等等 则传入了中国 当前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官 对呀 上课了 我们快走吧 好 这本书真有趣 对呀 我们下次再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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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